好 我想其实在今天整个行情 其实指数还是比较区间整理 美国股市昨天连续两天 道琼是呈现一个回落 市场都在等待所谓的FED的一个消息 所以今天震荡会比较多 创高的个股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可以分批来获利调节 那盘盘上强势的族群还是很多 那刚刚所说这个有大股东加持的 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 我们等一下延续这个角度 来帮大家找最近集团股的表现 那当然我看到 其实今天整体族群性比较强的 还是在所谓的一个航运个股 像今天的万海又在创新高功劳涨停 但我同样都是维持这个基调 就是投资朋友假设你地档有布局的 我觉得你这边是可以续报 或者是你可以部分获利调节 去找相关题材的 那又沿接到刚刚所说 又达所说这个太风要卖土地 要卖厂房 那个基本上这个就是要做一个 资产的一个概念 我如果在这个部分 因为受到房景下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市场竞争太激烈 那么我干脆把我现在有的土地 来去做一个获利 来去做一个变现活化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方向 那实际上我会认为 在今天整体的操作上面 还是要从低档去找布局 尤其是我认为现在只是 过了一个很关键的假 6月3号当天的17311的点之后 整体是成为大多头格局 另外一段要上涨的一个走势正在开始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两件事情 昨天就跟大家报告过 第一件事情是费的这个会后报告 现在这个通膜数据 超乎市场预期 第二个就是外资期货要进行 今天期货要进行结算 外资的空单有三万多口 我相信他应该会做部分的一个获利 毕竟他过去三天买了三百多亿 那今天正好可以逢高获利调节 顺便把指数压低一点点 所以今天的一个全职股 其实伤害最重的 其实反而是在 友达 群创跟财经就面板 占全职价格又便宜 但是又可以把指数往下压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投资朋友你要找股票 找什么样的股票 找未接 他还没有过这个6月3号17311 相对未接低 但是他又具备了 同时有台面上多题材 像今天的货柜很强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昨天跟大家提了2613的 中柜都是做货柜的 相关物流的 那你看在这边 他今天就将近期创新高 你昨天才去做布局 你到今天还可以 创成短线高点 那我同样用这个角度 帮他来找 同时又具备有 这个货柜的概念 而且他又有现在 跟这所谓的一个 土地资产有相关的题材 而这家公司就是代号 2010的春园 为什么要特别再提到他 因为大家先去看 他本身就是国内 很著名的钢铁裁切厂 但是他其实早在40年前 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他就已经有开始在 从事货柜的一个制造 然后他最近的一个货柜里面 使用的一个产品 就是所谓的货柜角 我相信这个大家 已经越来越耳熟能详了 这就是我说 他不只是单单的一个 钢铁涨价题材 而是他的钢铁真的有去处 他真的有在做货柜 好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土地资产 他的一个土地资产 光是在现阶段 我们市场所看到的 预估就有两到三百亿 这个潜在股本 大概有四个 那以他现在的价格 才二十多块 我说这个位阶相对低 那再来就是 今天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鸿海结盟 这个塑和 他要准备切入 持续的切入电动车 那春元他其实是 有电动车的一个 特殊钢材的一个题材 他也切入到 特殊的一个车载零组件 同时今天太阳能又很强 风力发电 大家也可以开始 去做一个思想 最近的一个四季钢非常强 那春元他又有承接到 这个相关的一个 风力发电基础建设的 一个大单 所以题材众多 那我们再来看技术面 这个最关键 因为最近资金都很喜欢 找这个技术面底部 刚刚起涨了 这股价有没有大涨 没有 刚刚从季线反弹上来 好 那关键价就是 6月3号那一天的 23.2元 它还没有突破 而大盘现在已经突破 但它的一个 最大量是出现的哪一天 5月28跟5月31 最大量的位置 是不是都已经被突破 没有错 都突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底型完成 准备要去突破 所谓的6月3号景线的一个 绝对 绝佳的一个起涨位置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当今天大家比较担心 指数可能会有些震荡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 国际局势上面 针对通膨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 升息概念的话 那回过头来 具备有资产题材 又有现在政策加持的风力 还有就是市场 全球的一个风向 的一个电动车题材 同时又是有现在 最强货柜来去做 保护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2010的 春远投资朋友 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